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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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夜之间经历三轮大战 堪称是车轮战 我们在这里非常佩服 最终杀入决赛这两位姑娘 顽强的斗志和强大的实力 让我们掌声欢迎 最终决赛的双方 篮方选手从Russian Federation Elina Mazifa 红方选手当今搏击界的全能天才 来自秘鲁的子弹 Shafchenko Valentino 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毛景宇 三 三 三 五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青海卫士和昆桑丛专门 联合举办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商球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 综合陈克 我是蔡志贤 现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 木兰传奇的决赛 比赛已经开始 刚刚Arenna是三局苦胜 然后这个Shafchenko是硬生生的把羊羊吃掉了 从前面几场比赛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个Walentina的实力可能更强一些 是的 是的 那到了最后 看双方体力的表现 而且刚才我看Walentina在和羊羊比赛的时候 体能还是很充沛的 诶 是 哎呦很重哦 现在希达也是非常的快手还是有力的 对 很重 反架的选手 再加上那么重的拳 哦 转身边拳 边拳完还继续做动作 都是连续的 对 现在真的是世界最高水平 再要强毒了 因为这个 整个定乎加膝盖 敲到他的肋骨这边 肝脏这边相当的痛 现在呼吸很困难 1 4 这样可能会被扣掉两分 这个本局 对 哦 还继续攻击那个部位 这是没错的 哦 这个转身后蹬腿 对 对 那所以这个 一边打击要一边吐气 避免这样的状况 吐气 吐气出来是相当重要的 好 接腿摔 没错 那被摔了相当耗力气 哎呀 不服输 可是这样是有点浪费力气 太可惜了 不应该这么冲动 对 不应该这么冲动 哇 转身后蹬 因为这个女生啊 不管是踢到这个心窝或是胸部 她们都相当痛的 跟男生比较不一样 好 进身呢 坐习坐 好 3 4 现在红方的眼神啊 是比较坚定 蓝方是有点还不太集中的样子 还在恢复状态 哦 这个红方还是保持了很多 对 很高的期待 你确定 啊 抓准 你俩输得 哇 哇 太难忘了 一个方面 糟糕 糟糕 有点来不及 这个应该说很难战 对 可能会放弃比赛了 很难过 看到我们朋友在 一般这样的没有防备的高边 所以经常就比较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好 比赛结束了 太可惜了 现在实力上确实也有差距 对 可以看到在我们之前相当的痛苦 开始跳舞了 跳舞了 对 对 对 好 这是她的顺利的一个仪式 黛红 iss语 俗瑟 妮 继续 只 Suff 从 对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 裁定 红方选手 TKO获胜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 裁定 本场比赛经过裁定